最近一段时间,在俄罗斯各路媒体的轮番炒作下,成绩许久的苏-57克算释出了一次风潮,随着苏-57信息的集中曝光,有网友也发出了一份2010年的T50号,改名苏-57预售清单。 毫无疑问,这份八年前的清单代表,俄罗斯航空工业当年的雄心壮志,但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,如今回头再看,连俄罗斯网友都忍不住对这份清单产生怀疑。 众所周知,苏-57是俄罗斯研制的兽型第五代衍生战斗机,自2010年首飞后一直被受期待。 同年,俄罗斯世界武器市场分析中心,就根据以往的战机销售情况,逆出了一份关于苏-57位来可能的销售清单。 他们非常乐观地估计,苏-57为了产量将达到1000价。 其中,在2020年到2040年间,空间却将装备200到250价,剩下的就外销。 分析中心还根据各国客户的技术,需要和负担能力进行预测,列出了详细的外销国家,购买数量和销售年份。 比如说,阿尔及利亚预计会在2025年到2030年间,购买24到36价。 巴西预计会在2030年到2035年间,购买24到36价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份清单中,他们还分配了100价给中国,相比他们是照着当年苏-27的销量来预测的。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,自那以后,苏-57又陷入了一种难产状态,千呼万话也不见交付,将一众乔首以判的俄罗斯之谜大师所望。 如今,8年过去了,苏-57终于爆出了一些好消息,从事回员到设计室,一大批与苏-57有关的人员突然之间,从幕后走到台前,分分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。 用网友的话来说,就是这个惊喜来得有点突然,从目前的报道来看,他们无疑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。 那就是苏-57比当代所有五代机都要先进,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? 根据俄卡斯市此前的公裁报道,该机的雷达反射前面面积高达0.4平方米,比已经卫视的J-20与F22要高上若干个数量级,而衍生性能恰恰是五代机的一项基础性能。 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,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苏-57几乎不能算五代战机。 最近,俄罗斯还特意制作了一部介绍苏-57的专题纪录片,但是,电视画面中出现的苏-57做工简直差到不忍直视。 机身上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螺霜和锚钉,连面板间的缝隙也大到让人怀疑人声。 连俄罗斯的本土之迷看后都表示很难相信苏-57的隐身性。 实际上,早在2016年就有消息传出,俄罗斯空天军对苏-57的性能有所不满。 据了解,即便俄罗斯空天军,目前急缺五代战机,但是几经犹豫也只订购了12加苏-57,这可是与预计中的目标相产甚远,让人大跌眼镜。 有意思的是,虽然如今俄美正在全防卫,得位租到57早市,但是还是有不少理智的俄罗斯,纷纷吐槽干击的性能太差,根本比不上F22与歼20,还有一位俄罗斯空天军都嫌弃,中国还会骂100加苏-57吗? 评论中有一位理智的俄罗友认为,虽然中国空军如今已经率先装备了歼20,但是看在以往的交情上,或许还是会少量采购苏-57,至于100加,那可能是做梦。 大家以为呢?加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